大家好,我是阿旺,提我就是阿旺 提前记得订阅和按赞 今天和大家讨论的是澳门的老公 澳门的老公还有16万人口 全澳门的市民 阿旺通过传门核酸的统计数字是70万人口 70万人口减去16万人口 澳门总共人数有54万人口 是54万人口 这54万人口之中 有老人家,有小朋友 阿旺有20万,澳门还有34万人口 34万人口是澳门人口 当中有一部分是公务员 其他基本上是一些 赌场、产品业、什么人士都有 再计算一下,澳门一个人口就这么多地方 外路人数已经占了 全澳门人口的 差不多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这个数字是不是很过分呢 你要想一个问题 今天我购买小朋友 就三分之一的能动核酬数字 外路占了我们三分之一 有些做美容、餐饮、零售 其实最多外路的地方就是赌场 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赌场会比较多外路呢 而且外路的人工和工资 绝对不低 以餐业为例 每个外路人工平均日生平均月生 平均月生 就一万元 但如果一些高级的可能就一万五元 而很多赌场的 公关 市场 市场 其实很多都是全大陆人回去做的 澳门人只不过是 占了其中一部分 当然他们社被勞工的职位 就不是社市场 但他们都会去场面去招呼客人的 阿旺 做过的市场 所以会知道其实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外路 在赌场的部分 今时今日 你说保障澳门的就业 但是澳门其实现在有很多人是找不到工作的 阿旺今天提了一篇文章 高登那里 有个人见了好多赌场 他觉得六七千元他都可以接手的 但等了整个月 都没人去理他 那今时今日如果外路退场的话 其实澳门会出现16万个职位 那这16万的职位 正正可以填补一些 刚刚好填补 没什么做的人口 那你都说澳门职人口4.8% 那你70万除了4.8% 那你70万除了4.8%是多少呢 总共是33,600个人 喂33,600个人 喂33,600个人 你剪5万个外路 喂澳门人基本上 利率是零的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今时今日连老师也有外路 你剪了他 你给澳门做老师 其实都可以 其实很多政府部门都有外路 那还有一个问题 一个现象就是说 除了内地居民之外 其实很多人只要嫁给澳门 人家的身份证 其实澳门都会存在很多假结婚 好像今年都捉了很多个 所以我希望政府在这个艰难的时候 可以保障澳门 你只要炒了5万多个外路 喂你澳门人就可以有事做 不会实业 喂不实业 谁会叫你派钱 说一句 个个都是想困定 个个都有公开 个个都是想家庭幸福 个个都是想吃花三餐 对不对 所以阿旺觉得 如果今时今日 你政府真是关心市民的 不要再批外路名额了 还有你要监管所有的公司 请澳门人请了多久才请一个外路 因为你没有监管的 他们请澳门人有很多都是挂名的 你有没有真的去那间公司去查过 他们有没有上班 有没有出粮入户口 所以澳门的外路只会不断越来越多 而大陆的公司又不断请外路 澳门人怎么生活 阿旺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说得对的话 尝试下阿旺 可以请阿旺喝咖啡 拜拜 阿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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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旺